就这垃圾题目还想阻止我去打工 这绝对是最嚣张的高考生 为了不耽误自己打工 竟然第一个交卷冲出考场 这是2018年的高考考生 单小龙 单小龙真的没有在开玩笑 他踏出高考考场后 真的去工地打工了 他希望能通过暑假 把大学的学费挣出来 他在工地干体力活 每天起早贪黑 扛着几百斤的钢筋水泥 后来他在工地上接到了清华通知书 以676分被清华录取 2021年毕业时 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海军 单小龙出生于宁夏回族的一个贫困家庭 正好是2000年出生的00后 他的父母都是农民 身体不好 只能打一些零工 单小龙家中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 哥哥为了帮助家里减轻负担 很早就去工地打工 赚来的钱还要供上学的弟弟妹妹 我每个月可以给他们一个人 给上一切我左右 但是就像今年活时候 我一个月也给他们 给一切我压力特别的 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单小龙从小也非常的懂事 在学校努力学习 放学回家后就主动帮助干农活 有时还要帮父母做饭 等一切都做好了 他才有时间拿出作业 一直学习到深夜 你这个干多久啊 这个得干半个小时吧 这个就是三线卡一次嘛 我一次能拉什么 就骑车上了 善小龙家去乡镇小学 路程足足有6公里 父亲便每天开摩托车 接送善小龙上学 后来摩托车坏了 就骑单车风雨无阻 所有的努力都是有回报的 中考那一年 善小龙就已690分 考进了当地最好的高中 银川一中 但由于家里太过贫困 懂事的善小龙想去 离家近的普通高中 这样节省路费 学费还能照顾父母 父母听到他的这个想法 当即就发了脾气 强烈反对 最终善小龙进了银川一中 同时心中也下定决心 一定要好好学习 将来考一所好的大学 出人头地 在校期间 他不仅学习努力 而且还参加了各种竞赛 获奸无数 同时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 他的吃穿用度都非常节省 有时就吃馒头 配自来水凑合一下 三年的努力拼搏 都有了回报 在2018年高考中 他毫无压力地 达完了所有题目 并且非常自信 自己能上一所好的大学 于是他提前教卷 有了第一个冲出考场 直接去工地干活的名场面 上小龙在工地扛水泥的时候 收到了清华的录取通知书 他以676分的成绩 被清华电子信息专业录取 在寄到通知书之前 他还在和哥哥一起在工地干活 为了补贴家用 也为了上学前 为自己攒够学费 一天扛几百斤的钢管水泥 他干起来毫无厌言 他一次得运50多斤重的钢管 一天运200多趟 有时候煎热的话 这根本就拿不了 请就按二品来算吧 我就扛 比如说扛600 600 二品一万两千斤 干了一个多月 赚了两千多元 后来他拿着这笔钱 给爸爸买了一部新手机 将爸爸那个 旧的不能再用的 按键手机换掉 当工友们看着 单小龙拿到了清华的通知书 都羡慕得不得了 还有工友开玩笑 小伙子 将来当了大老板 我们就去给你打工 在考读清华后 因为单小龙是少数民族 还考取了这样的名牌大学 他领到了八千元的助学补助 在清华学习时 他也一直勤俭节约 刻苦学习 2021年8月 在他即将大学毕业时 他响应国家号召到部队参军 成为立名优秀的人民海军 父亲经常对单小龙说 给你起这个名字 就是希望你有一天 像龙一样出人头地 单小龙做到了 单小龙经常说 我就是要用我学习的知识 为祖国做贡献 去建设我的家乡 帮助和我一样的贫苦人 他真的做到了 后说也愁 后说你这个学费意思 就是问我妈妈 记不记不没 我又饭吗 这个很麻烦 学习后 在想谁吗